我们学了很多的战法 所以的话 从今年开始 射手会开一个新的篇章 是专门来解读这个战法 它背后的原理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我们只有懂得了 它背后形成的这个原理 它才会知道什么 真正意义上去了解到主控 您只有了解了主控 才可能去知道 在石盘当中如何去进退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这个系列 它会比较长 比较详细 也会将所有的战法 来归纳 讲咱们的核心 战法 它只是一个表象 虽然它是前人心血 所凝聚的一个结晶 但我们要明白 战法 它所形成的原理 它的由来 追根溯源的目的 是让我们能够读懂战法 它形成背后的这个原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原理 它就等同于主控 例如 为什么符合了战法 它后面就会上涨 而为什么不符合 它后面就会下跌 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您解读了这个背后的逻辑 才能够真正做到一通百通 那急隐次阳 大家都知道 对吧 那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说的急隐次阳 大家都明白 阳胜 它就容易生阴 意思是什么 长多了 它就容易下跌 那阴急 则容易生阳 而这里的急 就是指的连续的阴线 但是呢 它有一个问题 这个阳 出现在什么时候 谁 都不知道 对吧 它可以出现在这里 它也可以出现在这里 它也可以出现在这里 它还可以出现在这里 那谁知道呢 所以啊 谁 它也没有答案 所以通常 我们在没有答案的时候 您回头去想 去抄底 那就是属于盲目的抄底 那说句不应该的话 请问不埋名 该埋谁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永远就要记住 庄在散先的道理 您一定要等庄先动 庄在散先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到古市 这座残酷的森林里来觅食 您不尊重食物链 上层的猛兽 甚至自认为自己也是猛兽 其结果 与赌徒去赌场 尝试还将赌场赢过来 结局 一样 可悲 基因赌羊里面的羊 我们是讲究品质的 在课程里面 有详细的阐述 那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 那我们今天只以羊线的大小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来解释 其背后的逻辑 常态 我们为什么需要的赌羊 越大越好 那么在A股这个市场里面 最大的 那肯定就是涨停了 因为它涨的不能涨 就涨停嘛 限定的10% 对不对 那这 就是我们需要的 为什么 它背后 其实是隐藏着 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一条一条的来分析 同样是一轮下跌 才会产生基因 对不对 基因就是连续的下跌 那你想 它为什么要去下跌 它有的 它是跟随着大盘在下跌 大盘跌 它跟着跌 对不对 像我们年前的那种情况 那有的呢 它是不是随着板块下跌 那就说比如说年前的有某一个板块 它一直在上涨 这个票我们先不说它涨了没涨 那总之那个板块开始下跌 它也跟着就下跌下来 那还有一些极少数的品种 是根据自身的因素下跌 例如什么 它可能有利空 对吧 可能有大费减值 可能有对公司不利的消息 甚至于什么 它公司有问题 被法院什么 在那里清查 等等等等 那既然下跌 它有这么多复杂的情况 里面就必然存在着真心与假意 那股市里的真心与假意 我们就归纳为什么 主动下跌与被动下跌 相信这个词面就很好理解 因为有一种下跌 是主力 它因为大势或者板块不配合 生不逢时 它本来意图却拉伸 却遭遇到了什么 大盘或板块的下跌 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叫情非得已 这就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跟踪的 那我们如何得知 它是主动还是被动呢 那前面是教过大家 有部分知识的 例如什么 长阴矮柱 例如长期的什么 下跌中间的四大美女 还有例如什么 底部的增量阴等等等等 让我们判断 它有别于 普通的下跌 但是这一切 它都只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都只是一个左证明 所以最保险最保险 最关键最关键 就是在于右侧次阳的确认 这就是我们说的左证明 需要右确认 而确认是灵魂 这一句确认是灵魂 是整个基因次阳战法的灵魂所在 谁忽略这句话 说的不好听 这个战法等于白雪 不得要领 那既然次阳如此重要 它是确认了前面的甲电 那么次阳的大小则是什么 我们测试主力的试金石 你想 如果它在这里出现的次阳 是小阴小阳 或者是中小阳线 那是否代表了主力 在完成了这一轮大跌之后 它不急于上攻 那它不急于上攻 就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筹码没吃够 就是什么资金链有问题 甚至于这一波的下跌 它没有达到它预期的一个目的 可能它是什么 想学习左侧的套牢筹码 没有洗出来等等等等 那总之它就是什么 时机不成熟 所以无论是哪种 以我们散户的信息平台 说句实在话 我们无法得知 但既然答案是它不着急 不急于上攻 那对应的是否就意味着 未来股价的走势 就充满了变数 它要么就会磨叽 要么就会横盘 甚至于要么可能后面还有下跌 那就算是最佳 它开始上涨了 它是不是也是磨磨蹭蹭 磨磨叽叽的上涨 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遂扬慢生的行情 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 那明明知道后面如此大的变数的行情 您还要去抄底 还要去参与 然后再去埋怨 哎呀 怎么我买的股票 它就是不涨或者说不大涨 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是主力有问题 还是您自己看不懂一头栽进去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有心脏病的人要坐过山车 他还要埋怨过山车 一个道理啊 对不对 而与之对应的大洋或涨停的基因次 好 讲到我们的点子上来了啊 回到了文章的最初 我们讲的 是不是就确认了主力前面下跌的被动 所以啊 它只要市场做空的情绪 或者恐慌的情绪 稍一平稳 它是不是就拔地而起 迅速涨停 这一点 这一根羊 它就暴露了主力什么 它急切想上的欲望 是迫切的欲望 所以它是有欲望的 我们才跟庄 那短期没有欲望的主力 它不是我们的菜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过什么 强庄的欲望在哪里 强势的票就在哪里 牛就在哪里 是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欲望的主力 它不是我们需要的主力 因为我们跟的不是一只票 是跟的在操纵票后面的那个人 或者是那个团队 对不对 当然一根涨停的基因刺氧 它不能够以偏概全 不是所有的涨停基因刺氧后面 都会爆发大幅飙升的行情 但是它的概率呢 却远远高于中小洋的 而且基因刺氧的战法 是不是还需要后面其他战法的佐证啊 例如后面如期的 它的建构越走越强 它的建构越搭越好 那后期的什么 有了涨停板的刹车 还有涨停板的换挡 与涨停板的加油 甚至呢 还有什么加油时的位置 决定它能否成功过风 开启主身 还是什么触及左风 然后回落 开始向下打劫 所以炒股 它不是一朝鲜的事 但无论如何 选择优质的基因刺氧 是我们短线介入的一个首选 那至少它保证了短线 我们介入的盈利空间 比其他的票要大 或者说时间周期可能要短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更有效率 而且还有一定的概率 一不小心它能够成为牛骨 对不对 我们抓的就是这样一个概率 那您看一下 这个港祥科技 它在这里就来了一个掌停板的基因刺氧 对吧 那克莱基殿在这里也是来了一个什么 掌停板的基因刺氧 而这个万峰奥威 是不是在这里也来了一个掌停板的基因刺氧 当然他们的量能不尽相同 对不对 好 那另外这个爱爱金弓 它在这里出现了一根基因刺氧 可是它的位置有了变化 因为它是在这个位置出现的 在这个跌停的大英后面 而并非出现在什么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位置就不一样 对吧 而这个万峰奥威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这根基因刺氧的后面 它报复这个行情 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里面的主控的内核 说白了 它是一样的 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它的一种急切的 迫于上攻的欲望 所以我们首先就一定要搞懂这一点 那至于后面 不着急 我们会详细的做解读 那您看爱金弓 它就出现在了这个位置 基因刺氧 对不对 我刚才说了 不是在这里 那克莱基殿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的手板在这里 第二次的基因刺氧 就开始连续的打板爆发 对吧 好 包括什么 香港科技 我们说的 它的基因刺氧的涨停板 它出现在了这一波下跌 然后开启 但是它的后面 很明显跟这种强威是不一样的吧 对不对 那跟什么 跟前面的爱金弓 那也不一样 爱金弓前面是不是还走了一波 这种碎扬慢生的 然后才开始的 所以他们发动的时间 它也不一样 这就是说的 其他的原因 但是归跟结底 他们的共性 都来自于什么 底部的基因刺氧处 您看金盾股份 是不是也是一样 来自于底部 它是20厘米的票 对吧 它也从3块多 干到了14块3毛8 被我们的学员所勤拿 但您想 它能成为一只牛股 远远不止基因刺氧一个基因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几只票 它明显爆发的位置不同 而有的 它是V上去的 有的 它不是 但是 您想 如果您要做春江水暖 鸭先知的那只鸭 如果您想通过一根掌停 去判断后面的强弱 像一叶而直秋 那么基因刺氧的质量 是您迈向火眼金睛的第一步 当然后面 我们会什么抽丝剥茧的 将它们后面的步骤 一步一步详细的来做分解 但是因为篇幅的原因 这个系列比较长 我们一篇篇的讲 好吧 那今天我们讲基因刺氧的重要性就点到这里 咱们下篇再见 我们下篇的看法 我们下篇的 是的 好